三十二岁内地古风歌手霍尊曾因一曲卷珠莲红遍网络 多才多艺且经通乐理的他一度语化成语花花并驾齐驱 红极一时 起料这位观众眼中温润如玉 翩翩公子的国风少年却遭到前任陈露揭开虚伪的面具 原来私底下是个不折不扣的口嗨王者 舆论一片哗然 不甘被霍尊玩弄九年青春的陈露 国家二级舞蹈员副教授直称 分手后连续在网络上撰写小作文细数南方的渣男行径 并与好姐妹王蒙一同登门向霍尊索赔900万青春费 拿不出分手费的霍尊 在妈妈郑小平的陪同下报警处理 一桩情感纠纷演变成敲诈勒索刑事案 2021年12月22日 上海公安局立案调查决定 对陈露已涉嫌敲诈勒索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但同意取保候审 调查一年后2022年12月22日该案有了初步结果 优势偏向霍尊方 因保密审理并未公开 3月27日下午 霍尊代言人独立评在社交网发布长文 带来最新的进展 归纳总结有几点 其一犯罪嫌疑人 陈露曾于去年12月前向法官递交一份回过书 加在案卷复页里 双方律师月卷时都可见 其二 陈露希望霍尊能面就情签量解书 以获取法院的轻判 其三 独立评的建议是霍尊答应陈露的请求 致力于用最小的代价结束纷争 此外 独立评还透露 今天27陈露将去司法局报到正式谈公开道歉的事 过些日子会在公开的权威媒体上发布 司法程序案正常推进 未了 他还表示案件的性质早已定性 这一点不可能改变 呼吁霍尊粉丝们警惕对面几个人 王蒙及陈露粉丝的挑唆与浑水摸鱼 至于霍尊是否会采纳独立评劝和的建议 相信大概率是会的 评论区下方 不少粉丝直言难以释怀表示这么长时间的感情 那谁去心疼施小兰 霍尊现任呢 当初陈露把他推上风口浪尖的时候 可曾有一丝心软 不过 大部分粉丝表示理解 可前提是陈露因正面公开道歉 回头来看这桩感情矛盾 霍尊因自己的风流 以及口无遮拦最终付出退圈的代价 也算是公众人物不结身自豪的恶果 陈露也因自己的贪婪 在闺蜜的教唆下走上犯罪道路 翻看霍尊社交账号动态 回归平淡的日子里 他与琵琶金师小兰情色和鸣 丢了事业 却赢了爱情与亲情 倒也不太落魄 图片来源网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